在北韓庆祝建党77周年的前夕9号夜深人禁时发射飞弹两枚 日本马上进入高度警戒 两枚飞弹的发射时间只相隔6分钟 飞行高度100公里 射程则高达350公里 双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 日本当局表示正在调查飞弹种类 并厘清他们是否为从潜艇发射的弹道飞弹 最近两个星期左右北韩已经7度发射飞弹 每隔不到两三天就试射一次 搞得亚太地区鸡犬不宁 平常当局则反驳试射飞弹并没有危害邻国和区域安全 而是免受美国联手其盟友 均言恐吓的正当性自我防卫 北韩近期升高飞弹威胁惹得美日韩 三方高度戒备 日本防卫省表示从本月一号开始 正与美国在日本周边区域 进行由美军航空母舰雷根号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 美军从7号到8号更也在韩国东部外海 与韩国航舰同步进行水上军演 这些都是抗衡的实施 我们会把自己抗衡 和我们会抗衡 不像北韩从北韩的试射 美国评估北韩最新的试射 不至于对美国和盟友构成威胁 不过北韩迟迟不肯作罢 发展核武和弹道飞弹计划 美国表示正与盟国密切磋商 北韩群性不会丝毫撼动 美国协防日韩的承诺 进行了争议中带有人报道